最近经常发糖发到手软的杜海涛和沈梦辰 又在撒狗粮了 两人合体现身了一个酒局 素颜的沈梦辰看上去皮肤状态好到发光 他还在饭桌上跟海涛来了一段freestyle喊麦 气氛嗨到不行 心情大好的沈梦辰还和朋友玩起了视频自拍 他看着自己的小微脸 调侃说自己的脸这么尖 一定是开了瘦脸模式 真是不畅负随呀 跟海涛在一起久了 他的紫黑功力也愈发犀利了 就连酒局结束后回到车里 两个小情侣也在天天秘密打游戏 这狗粮真是可以噎死身边的单身汪了 杨幂的新剧扶摇虽然已经杀青 但网上还有人时不时翻出一些路透存货 来给大家解解馋 在网友最近翻出的存货里 鹅黄少女蜜又上线了 穿着鹅黄侠女装的大秘密又美又鲜 心情看上去也灿烂到不行 他在戏里为别人打抱不平 在戏外也忍不住脚痒 飞踹搭戏小哥 看着小哥还一脸喜滋滋的样子 大秘密果然是剧组的开心果啊 大秘密不仅是圈内出了名的情商高 还是一枚妥妥的高智商学霸 之前在节目里他就自爆过 高考前别人都在死命抱佛脚 可他却在悠哉悠哉负面膜 你们当时考电影学院之前学习压力大不大 我是电影学院专业课考试前多少名 但因为我本来就是重点高中的 所以我文化分一点都不担心 我爸说别的考生高考前一天 都复习到要死 我们家闺女高考前一天负面膜 有双商在线的大秘密在 任何剧组都是欢乐新天地啊